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 2月26號訪中 2月29號在上海 跟中國國台辦主任宋濤會面 那麼雙方針對的 中國及快艇翻覆事件 兩岸以及兩黨的關係 進行會談 訪問團從昨天杭州返台 不會因為桃園機場的炮道維修 引誤到今天凌晨1點25分才抵抗 我們也希望說這件事情 雙方都能夠讓這個儘快的終止 不要再有任何惡意的 這個螺旋上升 我想對兩岸都不好 我們兩岸都希望能夠和平 特別在台灣這邊 所以我覺得這點我們也提出來 那當然我們更希望說 要儘快的還原事實 因為我覺得還原事實非常重要 這個是每一個人都該做的事情 你只有在發現事實之後 你才能夠來做出正確的下一步判斷 該道歉 該處分 該起訴 該怎麼做 一定要有事實 發現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夏令也表示跟中國國台辦主任 宋濤見面的談話過程當中 對於中國籍快艇死者家屬 表達人道的關懷 也希望可以盡快挖掘事實 讓事件可以盡快落幕 那麼針對外界質疑 因為他偏袒中國 夏令研究強調 無論是何時何地 他只會維持一貫的立場 要求還原事實 絕無偏袒